2024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平常呢 各位都听到我在分享 就是说 我们沉厌国际机构研究的方向 就是要寻求这些非常高的植物营养素 那其实美国癌症研究所也是有指出 植物营养素是有助于以下几个注意的 那第一个 它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然后第二个 阻止日常我们吃下去 喝下去 后呼吸进入我们体内的 这些物质成为致癌物 那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减少使癌症更容易生长的炎症 再来一点就是可以预防DNA损伤 然后并帮助我们的DNA来做修复 再来一点的话 它还可以降低可能引化癌症的细胞 所造成的氧化退化现象 因为就会造成一些损伤 然后再来一点的话就是减缓癌症细胞 它的一个生长速度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在受损细胞 护制 还值之前呢 就诱使其自然 自我毁昧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让大家 就是怕会有癌症的一个产生 另外最后一点 它可以调节我们荷尔蒙 所以说呢 其实呢 植物营养素真的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帮助 所以说平常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来设计 尤其是这些蔬菜和水果里面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你就多吃啊 然后它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免疫系统见钱了 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啊 抵抗力就比较好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平常梦丽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来设计 那如果说平常外食不方便 我们可以购买一些 就是像我们陈燕银花的这些产品 都非常适合各位来做补充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梦丽姐的分享 希望在2024年呢 跟着梦丽姐一起爱健康 真的要健康快乐平安 谢谢